无论是开满河畔的粉色花旗木 还是穿梭在公园里五彩缤纷的各类花丛 还有悬挂在街道高贵迷人的兰花 这些都是潮州政工所特别规划的花系列景致 希望在春暖花开季节 邀请乡亲到潮州赏花 逛古鸡 吃美食 目前我们潮州除了河滨公园的花旗木 泰国云花以外 还有我们最原始的中山公园 里面整个我们绿美化工作也已经建置完成 现在整个花海都在盛开 包含搭配我们整个兰花的花景美不胜收 欢迎我们在清明年假来潮州游览 吃美食 逛古鸡 然后看我们整体的花海美景 强调近年来公所一直致力地方景观规划 而美景的维护也是相当重要的区块 因此除了打造让大家好拍照打卡的美丽花景场景 也将在各个公共设施派驻管理员维护这批美景 其实一些规划案完成以后 重要的还是后续的管理维护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任何公共设施都一样 其实我们会目前整个景观来讲 绿美化工作建制起来 感觉上真的非常的漂亮 往后我们在整个我们街道里面 包含我们每一个公园里面 我们都会在这个绿美化的区块里面 我们会很用心的投注在我们整个生活品质里面 潮州游花季预估长达一个月的花旗 搭配周边不同花景 以及潮州在地美食古迹文化等 欢迎乡亲利用假期踊跃到访 感受戏曲小镇不同于以往的花花世界美丽 屁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